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在當兵那一年 然後我重新去檢視生活 還有自己的在世界上的自我的定義 因為那個時候可能我換了髮型 然後我換了眼鏡 然後生活的patent 也跟從前當兵以前不一樣 所以自從退伍之後 我就重新組合了一下自己的生活 然後好像更知道未來應該往南去 會用藍色的概念是因為我自己喜歡藍色 然後有禮貌這個概念是因為 因為它是一個適合拿去城市旅遊的一個包包 然後我覺得你不管到哪個城市 如果你有禮貌的話 我相信你都可以替你的旅程獲得很美好的會議